這場選舉只要帶你來看到 結果已經出來了 這個是在印度 印度他們現在在競選 那莫迪本來是很有信心 結果現在甚至還喊出說 他一次在國會裡面要拿超過400席 結果選完之後發現他是當選了 他現在確實是連任成功 但是問題是他的國會 竟然已經沒有辦法拿到400席之外 還掉了大概有63個席次 變成了所謂的沒有單獨過半 他就得要去尋求跟人家來結盟 這麼一件事情 跟原本國際間所聽到的 他們所喊出來的大象徑庭 所以印度股市大跌4年來最慘 甚至這一回他們講的問題在哪裡 哎呀可能又是美國那句 問題在經濟 高失業率現在被說 不敵莫迪個人的政治魅力 所以選民依舊不買單 給他一個信號 告訴他經濟搞好才是重要 而台灣這邊則被發現 我們的總統賴清德 其實第一時間就祝賀莫迪連任成功 那同時還說 哎呀希望在莫迪的領導之下 我們可以擴大在經貿科技 還有其他領域的合作 甚至在這一篇PO文裡面 還說是破百萬瀏覽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好但是呢大家在說這個真的叫做共享民主 自由價值的堅實夥伴嗎 這個曝露了什麼樣的意義呢 其實呢當然對於印度來講 他現在呢美國認為他是所謂的抗中之間的一環 承認他是個盟友 可是印度跟中國之間是不是真的美國就會站在他這邊 其實現在大家也打一個問號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有衛星揭秘了 說對岸的殲20部署在中印的邊際這一邊 印度方面覺得是軍事威脅升級的明確信號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殲20他配備射程超過300公里的導彈 所以印度這邊就覺得這個是對他們造成了威脅 甚至他還喊了什麼已經做好了戰爭的充分準備 還說不只是邊境這一邊喔 如果說跟海域這邊有寬的 我們海陸空通通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只是印度的軍事一直以來很多人喜歡看 因為呢會有一些小花絮出現 譬如他們最近一直在講的這個布拉莫斯導彈 這個算是他們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利器 可是卻被發現裡面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軍事機密 竟然被這個巴基斯坦給知道了 巴基斯坦跟他們不是那麼樣的河馬 那怎麼會知道的啊 是難過美人觀啊 竟然是跟美人技有關係 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囉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上一次他們在買航母的時候 說也是跟美人技有關 那個時候呢說是印度這一邊去到了俄羅斯 然後被人家色誘之後被拍下布亞照 所以呢後來買的航母貴了1.5倍 雖然他們講這兩個東西沒有關係 但是這一些其實在在的都讓大家在看 印度的軍事新聞的時候 突然之間發現 哦原來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回過頭想要請教亮哥 怎麼樣來看國際之間啊 大家對於印度這場選舉很多人都講啦 莫迪之前這麼有底氣的原因 那個時候股票還一直在漲嘛 原因就是因為他覺得他自己聲量很好 聲勢很好 結果選出來好像有點讓大家覺得啊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看 不是只有他意外啦 全世界都意外 因為民調都不準 這個可以說是中下階層的大反彈啊 那中下階層投票率會這麼高 我覺得他出乎他意料之外 因為他基本上是比較輕市場的 他在 他在那個原來當省長的時候 大家就說他是印度的廣東省嘛 他就是主張改革開放的 那沒有錯 他當兩任的這個總理啊 坦白講他是蠻有貢獻的啦 他這個基本上 至少從2014年就開始搞印度製造 那我認為到現在確實有搞輸一些名堂啊 比如說蘋果手機確實就挪過去了 有一些東西都基本上有發展起來啊 那第二個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打 讓印度逐漸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啊 以前地方的貿易壁壘一大堆啊 現在還是有壁壘啦 可是已經比以前好太多了 以前在做在印度做生意非常辛苦啊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是覺得他 可是就是 這個坦白講就跟鄧小平一樣嘛 鄧小平就是改革開放 要先讓部分人富起來不是嗎 那就造成嚴重的貧富不拘罵 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貪污腐敗 完全一樣我跟你講啊 那印度就是三大財團啊 什麼阿達尼啦 有三家財團啊 塔塔啦 還有另外一家 這三家佔了印度的整個 這個GDP的20% 那當然就會造成很多富人啊 這是事實嘛 那窮人 坦白講他有兩個部分沒有處理好啊 那選舉上引起大反彈 一個就是窮人的反彈 中下階層啊 那所以我看到美國有一個報紙啊 他說印度不敵 每日收入4塊美元的窮人 他就下這個標題啊 他就下這個標題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宗教矛盾啊 因為他對穆斯林跟席克教實在太兇狠了啦 他這種印度教獨一無二 然後他甚至還想修憲啊 要把印度教列為國教 你想想這會引起多大的反彈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有一好沒有兩好就是 他是很鮮明的啊 所以我就看到第一天 因為票還沒有完全統計完啊 那知道他贏了 股票漲3% 那第二天發現他只贏了這麼一點點 股票跌8% 就是戲劇性的國家啦 那我是覺得 基本上他就是要修正他的路線啊 要照顧窮人 然後宗教要能夠更寬容啦 不過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在印度的經營啊 是遠遠落後日本跟韓國啦 我們台灣在印度的企業 可能沒有超過100家喔 可能沒有超過100家 日本有多少家你知道嗎 我後來才知道 日本是4000家 差非常遠 那這個有一個原因 因為印度在藏後初期 那個尼赫魯那個時代 他是比較跟周恩來比較好 所以他非常不喜歡講見識 所以我們台商事實上去印度 去的時間很晚 因為我在 我在台灣見過印度駐台代表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說他小時候 就看到現代汽車 現代汽車1971年就去印度了 這麼早 對他一開始做零組件 那後來人家現代汽車慢慢做起來了嘛 那就從零組件變成了是一個 整車製造的公司 所以你看人家佈局多早 我說日本跟韓國啦 所以賴清德說 希望台灣跟印度能夠多合作啊 我跟你講 你的起步落後人家非常遠啊 嗯 非常遠啊啊 照理講日本韓國距離印度更遠啊 可是他在印度的投資 還有產業的發展的狀況 真的 我認為是遙遙遙遙遙領先台灣 嗯 超過20倍以上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在這裡當然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啊 某些層面其實也是佈局啦 政府到這邊到底有沒有下例啊 告訴大家說其實呢 這邊政府也可以協助你拓展一些空間 這一次呢其實在選舉當中 剛剛亮哥講的 其實全世界的都有點跌破眼鏡的原因 是因為一開始大家真的以為 哎莫迪很厲害 但是呢後來也被發現了 這個是法新社說在這六個星期的投票當中呢 他們有四處的去採訪 結果很多人都講說 相較於政府不斷強調的意識形態 其實他們更關心的是印度長期失業的問題 就連幫莫迪寫傳記的那個作家 他也都講說 其實大家關心的真的是生技失業 還有物價上漲 那對於那些炒作的東西呢 是比較少共鳴的 其實講到了印度 他們近幾年來很努力在發展的 還有什麼 因為要抗中嘛 所以他們很努力發展還有軍事 但是呢 某些層面上面 請教司令 可能也跟亮哥剛剛講的一樣 當權力 總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時候 哎特別容易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弊案 就發現怎麼每一次都是美人關 對很容易 因為他這個美人關一進去之後 這個就被整個的價格就抬高泄密了 然後我們就看這個布拉莫斯飛彈 布拉莫斯飛彈它兩個情報外洩了 第一個是抑壓 抑壓系統 抑壓系統對整個那個飛彈來看的話 因為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艦飛彈 它這個自動的效果就馬上被掌握 短板在什麼地方就知道 第二個是氣動力 氣動力的話 因為飛彈的氣動力 它在追蹤目標的時候 氣動力是非常敏感的 因為它超音速的氣動力 那個調整那是非常迅速的 如果沒有調整迅速狀況 直接錯過目標 因為你速度太快 那所以在這一方面的話 這個核心機密如果被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跟印度是兩個死對頭 那這樣的話對印度來看 你這個布拉莫斯飛彈的話 作戰效益馬上大打折扣 因為你的關鍵情報被巴基斯坦所掌握 巴基斯坦會把這個情報分給中國大陸 可能也會 因為他們兩個是巴鐵 我們經常講巴鐵就知道了 那另外我們來看日克澤 就是殲20停在日克澤 日克澤機場就在鋼杖高原上面 標高4000公尺 不過我們在玉山差不多高了 我們玉山3952公尺 你在這個狀況下換算是高原 它的大氣壓只剩下0.65大氣壓了 空氣非常稀薄 所以日克澤機場幾乎是5000公尺 一般來我們的機場標準的就是3000公尺 它5000公尺 為什麼 它的氣壓非常稀薄 推力就有限了 因為空氣稀薄 就好像把這個機場 日克機場蓋在我們的玉山上面 它可能是全世界 戰鬥機機場裡面 可能標高最高的 它還沒有起飛 它已經在4000公尺的高度了 所以它推力非常的小 因為空氣稀薄 空氣密度非常的低 所以它這個殲20有沒有看出來 雙發動機 為什麼 因為空氣很稀薄 你要雙發動機才能夠把這個 殲20升空 你看它把它克服的這一個 為什麼克服了 因為殲20換了 渦傘15發動機 渦傘15發動機 它可能可靠度 跟它的推力都改進了 大大改進 它就可以上高原 可以從這個 4000公尺的高度起飛 你看空氣那麼稀薄就起飛 換掉它克服了這方面的障礙 而且我們知道 殲20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它逆中 雷達不好 搜索 除非是量子雷達 或者是米波雷達 才有辦法去稍微抓到它的一個影子 第二個 它掛了霹雳15的空對空飛彈 這是遠程的空對空飛彈 霹雳15可以打270公里 那它一起飛的時候 就已經根據印度的目標 印度的不管 因為印度有F-16 印度有 印度有幻象 印度有飆風戰機 印度也有米格29 它的系統非常多 有美國系統 有俄國系統 有法國系統 還有自己做的系統 它很複雜的 所以在印度有時候 空中管制非常困難 為什麼 它的頻譜都不一樣 它的頻譜都不一樣 那頻譜都不一樣 頻譜都頻道受管制 所以在印度有時候 民間要打電話 都不通 為什麼 因為頻道都被管制了 你跨區就跨頻道 因為為什麼 軍事頻道優先 所以印度的系統蠻複雜 後勤也複雜 作戰指揮也複雜 那中國大陸現在已經 壓到這個日客者 對印度來講 它的空防 還有空中的壓力 是蠻大的 因為中共在這一方面的話 是地緣戰略考量 它先把這個王牌的 殲20部署到日客者機場 是有這方面的 我們講說 這個戰略的調整 那從國際局勢上來 看要請教大中老師 原因是因為 當然啦 印度一季來 都希望跟美國 近一點點嘛 也希望他跟美國 當一個堅定的盟友 但是對於中方這一邊呢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希望生意可以做 但是邊境的這個部署 海陸空已經對戰爭做好 充分的準備 這一些喊話也從來沒少過 對 因為大概從2018年到現在 其實中英邊界的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 獲得很完美的解決 所以一直是一個隱患 但我們也知道 這個這一次的BJP 他選舉的結果 真的是跌 讓很多人這個跌破眼鏡了 就是選前的民調 還有他們自己所喊出來的 300席 400席 但最後證明 他比上次2019年 掉的大概60席 他沒有辦法單獨執政 所以雖然是莫迪迎來 他第三任的總理任期 一般判斷 他可能會超越 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 尼赫魯的總統任期 因為尼赫魯是1947到1964 但目前新一任的總理任期 可能莫迪所面臨到的 內外的挑戰還是非常多 第一個是跟美國的關係 就像剛才所提到 其實在從 因為莫迪是2014年就任 當時是歐巴馬的第二任期 其實美印關係慢慢在好起來 在歐巴馬任內 其實莫迪訪問美國至少4次 川普時期也是如此 去年拜登大眼有印象 去年6月份的時候 莫迪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可以看到華府所擺的那個陣仗 是非常的高規格 非常的以理相待 裡面談了很多很多東西 從國防到這個關鍵的科技 到很明白講說我支持印度 爭取2028到2029 聯合國安理會的分享人理事國 美國幾乎是把所有的好話都說進 想要去拉攏 這個目前的印度 其實很清楚了 背後大的背景就是一個 美中的戰略競爭 美國所擺出來的陣仗 包括美日印澳 Quad也是如此 給予印度很多很多的優惠 包括讓印度參加IPAT 印太經濟架構 也有比較多的一個殘性 印度可以自己去選擇 他想要加入的各個支柱 但是我覺得在這狀況之下 美國還是面臨到兩個局限 第一個局限是在印度本身 因為中印邊界剛講這麼的長 印度是對中國有很大的防備之心 但也代表說他沒有那個本錢 全面跟中國大陸決裂 因為那是非常大的一個噩夢 對雙方其實都是 印度的外交長期講的是 戰略自主 不結盟 中立 所以在這個大的氛圍之下 即便莫迪的外交是非常的強勢 優勢 有自信 彈性 但這是美國面臨到的第一個 我覺得它的局限 第二個局限就是可以從 俄乌戰爭裡面看得非常明顯 因為目前美國是死死盯著俄羅斯 但是印度跟俄羅斯關係 就這麼的好 所以可以看到 在這麼多的國際場合裡面 包括聯合國 印度投的都是棄權票 還有包括從俄乌戰爭打到現在 印度還是很多俄羅斯天然氣石油的重大買家 這就是第二個局限 其實在現在國際間 大家也都在看美中之間的戰略 特別是美跟中俄 原因是因為現在發現了俄羅斯他們的軍官 竟然要在加勒比海軍演 哇這件事情 事情大條了 因為那不就是美國的後花園嗎 兩個地方 一個是古巴 一個是委內瑞拉 那這一次俄羅斯方面講說 確實沒有事先跟美軍講 美軍當然必須要裝作非常鎮定 因為他說呢 我們不認為會構成威脅 但是我們會嚴密監控 地圖攤胎來看 加勒比海就是在美國的旁邊嘛 那如果說不管是停這邊 或者是停這邊 對於美國來說 當然就覺得盲刺在背啊 而且別忘了 美國之前不還講 中國在古巴有基地 在委內瑞拉訓練部隊 哇那這樣子 會不會變成中俄真的就連起來 對美國給出手了呢 其實現在呢 在北約這一邊 美軍呢也開始在思考 是不是要真的跟俄國正面交鋒 好原因是因為現在傳出1.7萬的美軍 要快速投入戰場 甚至開始預演跟俄羅斯開戰 那這邊呢 他們要開始進行聯合軍演之外呢 還有所謂的五條的陸地走廊 講的就是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那就要讓他們快速的進到前線 為什麼會有這些的講法 因為呢 現在美國這邊也鬆手囉 讓他們給這個烏克蘭的武器 能夠直接打到俄羅斯境內 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說北約的五人機呢 說西班牙來的第一次呢 是開轟俄禁 好這葡萄牙所提供的無人機 那現在呢 說長城的預警雷達 就是被葡萄牙提供的無人機給摧毀了 是第一次 北約武器用來攻擊俄羅斯境內 俄羅斯這邊到底會怎麼樣的反擊 目前還不知道 而且呢 現在還傳出了說 烏克蘭這邊的無人機營 其實呢 是有被俄羅斯這邊給轟炸 那開始在講 會不會雙方情勢會升溫 結果普京呢 突然之間拍板了 什麼意思 他說我們真的沒有要打啊 到底是誰說的 說我們的沒有那個帝國野心 無意要攻擊北約 甚至他還講 這個一派胡言 很有可能 就是西方國家自己說的 他們說來要什麼 他們說來要反擊我們 自己給自己的一個藉口 他認為這根本就是胡扯 好其實呢 不只是俄烏戰 現在有可能會升溫 以巴戰這邊的大家也在擔心 原因是因為以色列現在開始講了 是不是會開戰黎巴嫩 英國金融時報這裡呢 開始有提出了一些警告 那塔尼亞和他的講法是 我們準備好做激烈作戰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在北部這裡確實有在交火 甚至呢 真主黨有說要對此來負責 那就表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這邊戰火 會不會持續的在升溫 甚至 鐵窮也被真主黨給摧毀了 所以以軍呢 再召集了5萬人要準備反擊 而這一些現在呢 都被說有可能會讓戰士進一步升溫 雷巴嫩之外 還有一個是敘利亞 原因是因為以色列又去轟敘利亞 也造成了伊朗革命 固位隊的這個顧問呢 不幸喪命 所以呢 伊朗這一邊 不管是敘利亞 不管是雷巴嫩 他都在背後 都是那個老大哥 會不會最後還是 劍指那個老大哥 看看 如果伊朗參進這一局 美國會不會來救救他 好 國際局勢請教亮哥 原因是因為 中俄如果真的合起來 這一回又是到了加勒比海 太近了啦 美國的海軍是說沒在怕 但是他們會嚴密監控 對 因為美國允許烏克蘭使用美國的武器 打到俄羅斯境內嘛 那初步瞭解也包括ATA CMS 遠程的導彈 那也包括華翔炸彈 也包括海馬斯的火箭彈的系統 都可以打俄羅斯境內 那俄羅斯本來是威脅說 他就用戰術核武來回擊嘛 對 那可是這是美國提供啦 你要打哪裡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向裝武艦意在佩工啦 就說你要搞我是不是 那我也到你後院搞一搞 所以這個軍演 搞不好不是真正的軍演 搞不好他趁機把某些武器交給古巴 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你記不記得 美國用那個低風系統 到菲律賓的呂宋島 那個也是一個中程導彈 中程導彈 你怎麼知道不是中俄的聯合 所以我跟你講啊 現在國際情勢會越來越複雜啦 因為 中俄大陸現在也在進入中南美洲 不過中俄大陸基本上是經濟上的 那俄羅斯是軍事上的 所以我是覺得 中俄聯手真的有一些在國際政治 軍事上的佈局啊 你可能不能只看表面啊 就是你美國也在搞我啊 那我也來搞你啊 彼此心知肚明啊 那你說普京說我沒有要打北約了 真的嗎 你普京上個禮拜講的話 我都還記得咧 說 如果這個歐洲提供F-16啊 俄羅斯就似同是核武部署 因為F-16理論上可以射核彈 所以你如果要這樣搞那北約的 人口密集的小國你給我注意了 這個是普京講的話啊 你怎麼一下他又忘記了 所以我說搞這種模糊戰術啊 你說俄羅斯會不會打北約的小國 我認為第一時間講的話多半是真的啦 你比較相信那個下意識 那北約小國明顯提供F-16給烏克蘭的 就是丹麥跟荷蘭嘛 這太明顯了嘛 所以他是不是在講說丹麥跟荷蘭你給我小心一點 更何況那個北溪天然氣管道被炸 就發生在丹麥的海域啊 所以我認為他對丹麥跟荷蘭早就 早就心裡不爽很久了啦 我覺得大家不要以為那個小國是指 立陶宛或愛沙尼亞 不是三小國 那個太弱了啦 太弱了啦 不構成他要用力的目標 那個讓白俄羅斯去打就好了 因為立陶宛軍隊只有2萬啊 白俄羅斯就有20萬啊 所以哪裡需要俄羅斯出手 所以我覺得他那種警告一定是 比較針對更近距的歐洲啦 就是說你北約不要太過分啊 那德國也宣布了類似的主張啊 說德國提供的武器 都可以打俄羅斯內部啊 可是俄羅斯不可能去打德國啦 他一定是選小的打啦就是這樣 所以我坦白說 你說歐洲會發生什麼事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就是未來你怎麼知道 俄羅斯哪裡被炸啦 那真的丟了什麼樣的武器啊 那以色列我坦白說 黎巴嫩真主黨 去打以色列 鄭重納坦雅胡的下懷 還怕你不打 對 那這樣他就可以繼續打下去了 他正希望他的戰爭不要結束了 南部壞結束了 那那個拉法這個地方 已經有點不好再打了 因為國際輿論 可是這個是黎巴嫩真主黨 黎巴嫩真主黨 美國把他當作恐怖分子啊 那我去打美國沒意見了吧 我看他坦雅胡大概是最高興的人 所以我估計啊 那接下來就是以色列要轉他的部隊 到他的北方 跟真主黨大拼一場啊 如果連鐵窮 真主黨都找到方法來做部分的摧毀 那以色列肯定不客氣了啦 我認為一定是大軍灰燼啊 痛打一番啊 然後讓那個 美國內部反對以色列打加沙的人 暫時就不講話 就變成這樣 因為已經不是所謂的巴勒斯坦 已經變成了真主黨 那個狀態又不一樣 這個就是納坦雅胡的計畫嘛 他本來就想這樣幹啊對不對 戰爭就不會結束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到底這場戰爭還要堅持多久呢 我們先進廣告等等回來繼續聽專家點評 我們剛提到俄烏戰這邊呢 是北約國家紛紛放手 讓烏克蘭拿他們的武器可以去打俄羅斯境內 現在大家就擔心會不會讓火燒起來 請教此理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我們這個 烏克蘭它用的是葡萄牙的 這個特凱佛的AR-3的無人機 這無人機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它飛得非常遠 第二個最重要它的感測器 一般來講無人機都掛的是EO 就電子光學 那只有白天 或者沒有語音的狀況之下 垂直人間度非常好的狀況使用 它現在掛的是合成孔鏡雷達 就是雷達照相法 它不受任何白天晚上都可以 那這樣的話就專門把俄羅斯的這個 S-300的遠程地對空飛彈 或者S-400的地對空飛彈抓到了 那沒辦法偽裝 因為合成孔鏡雷達的話 你只要有金屬反應 它就抓得到你 那這樣的話就摧毀那些S-300 或S-400的地對空飛彈 為什麼要摧毀他們 因為烏克蘭快要拿到F-16了 先把這些地對空飛彈 陣地把它做摧毀 F-16就可以做一個眾生轟炸 是這個樣子 它原來是 現在的目標是 在對俄羅斯S-300 S-400的防空飛彈 在搜尋然後再做摧毀 然後地面它會引導 指引地面部隊 對那個地方做標定的位置 做精準打擊 海馬斯火箭也好 或者戰區的這個 短程的戰術飛彈也好 就要做摧毀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它有它的戰術考量 這方面來運作的話 烏克蘭的話 短時間之內 它可以把地對空的飛彈 俄羅斯這一方面 會造成戰損 但是問題是 俄羅斯後面 後續還是會上來 因為它可以做這個戰場 戰力的填補 第二個我們講到 以巴衝突 以巴戰爭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已經打了八個多月 那這樣子狀況之下 那現在就是 北邊的尼巴勒斯坦也動手 換句話說 以色列的戰略目標是這樣的 先解決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 哈馬斯組織 完畢之後 再去解決北邊的 尼巴勒斯坦的真主黨 是這個樣子 那剛好變成誘導 你這個尼巴勒斯坦剛好動手 那剛好鄭中以色列的下懷 他現在的這個 我們講的 這個加薩地區差不多了 已經整個掃蕩的差不多了 整個任務快要告一段了 那專心的對付了 那個尼巴勒斯坦的真主黨 所以尼巴勒斯坦 但是尼巴勒斯坦並沒有像 哈馬斯組織那麼弱 因為他經過這八個多月的準備 你這樣子他有準備 換句話會造成 以色列地面部隊的戰損 那以色列在這一方面如果是 不能說是打南加薩 或者北加薩這個地區 輕而易舉 吹哭拉朽地面轟炸 然後進去做掃蕩就結束了 這個尼巴勒斯坦在這一方面 經過八個月的戰備整備 還有地下化 想要去掃蕩他們 以色列所能夠造成的這些戰損 絕對會比加薩的戰損來得明顯 來得多 這樣的話對以色列有些 那太陽湖 他們的戰爭內閣 還會形成一個更大的壓力 而且戰線脫長 現在這些我們講的這些 世界其他的國家 包含在聯合國的大會當中 美國是面對著壓力 那這樣的話也會對以色列造成很大的壓力 那以色列的話 下一個動手 那他對尼巴勒斯坦動手 不要忘了他還有一個戰略意測 就是敘利亞 敘利亞這時候會不會也出手做戰略牽制 不無可能 這樣的話以色列會變成 在葛南高地跟尼巴勒斯坦兩邊用兵 兩邊都有壓力 所以以色列會形成巨大的戰略壓力 是 我們先進廣告等等回來 請大眾老師來做總結 最後請大眾老師幫我們總結 對 我覺得那個俄乌戰爭 目前還是兩個重大議題 一個就是如同大家所意料的 美國把第二條線 那條線就拿掉 那個紅線 你看烏克蘭怎麼說 他說紅線都不存在 這個紅線就是說 我可以使用西方的武器去打擊 有限度的打擊 那目前美國的公開講法是 僅限於哈克夫市 因為哈克夫的確離俄羅斯邊境大概有三四十公里 但是已經有些成效出來 包括剛才將軍所講 包括像無人機 海馬斯系統 陸軍戰術 飛彈還有長程的精準打擊的火箭 都已經用上 短期之內會反映出一些效果 但一般判斷是說好 美國把這條線拿掉 主要還是因為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烏克蘭在前線 包括在東線 還有哈克夫這條戰線 它是壓力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不做調整的話 烏克蘭會有一些風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馬上要召開的這個 瑞士和平會議 大家應該還是要仔細觀察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早就說 他說大概他不會參加 那不會參加的理由他提了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 要俄烏共同參與 第二是平等參與 第三是要公平的考量各個版本 但目前看起來 在瑞士和平峰會討論的版本 就是烏克蘭的版本 它基於所謂的聯合國的一些 憲章基本精神 那這個版本 對於巴西或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它不能接受 所以在5月23號的時候 他提了六點共識 其實基本上是還蠻符合 一年多前 北京所提的十二點 政治解決方案 降溫談判 人道主義 趕快交換戰俘 不要打核電廠 還有反對集團對抗 這些六點其實大家不陌生 但對於烏克蘭來說 他是比較在意的 所以這才會為什麼前幾天 而殿司機在這個 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懂的話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以及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淡江戰略所教授李大中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首先帶您來看到的是 今天他來到了立法院被巡 哇 成為焦點 為什麼一出來之後 大家對他有好多好多問題啊 這一回呢 顧力熊新任的國防部長下令了 全軍主官留職是恢復常態 好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過去兩年 那邱國正部長呢認為說 兩岸之間的這個情勢 比較緊張一些些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有要求 正副主官 其實不能同時休假或離營 就是要有大人在家的意思 但現在呢 這個我們的部長 顧力熊他認為啦 長時間的運作 其實都已經有一定的相關經驗在累積嘛 所以他要恢復 各級正副主管留職規定是恢復常態 他有特別講喔 他說這個其實不叫做 所謂的秋規顧未遂 這個是在邱國正部長任內 其實就一直有在討論 那只是他現在呢 拍板定案做這樣子的一個宣示 大家開始在講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情勢沒有那麼緊張嗎 另一件事情呢 那則是大家問到第一集 他說不要講第一集啦 我們現在講喔 叫做行使自衛權 他定了一個調 叫做共軍如果進到我們12里的領空 或者領海的話 那麼我們國軍呢 就可以行使所謂的自衛權 以比例進行自衛反擊 只是當時軍演的時候 到底他有沒有清楚的下達命令 今天也被問到這件事情 來聽聽他的回應 部長在0523解放軍 在圍台軍演的時候 只花了20分鐘 聽取各單位的簡報 就離開橫山指揮所 請參謀總長直接主持 長達5到6小時的戰備會議 部長沒有做正指揮 5月3號那一天早上 在7點半就開戰敵警匯報 那在這個中間就已經接獲 這個共軍要實施這一個 聯合力見的演習 所以在當下就已經做了一些指示 就這一個作戰層級 或者是戰術層級的這個部分 我就交給參謀總長 他有特別強調 我哪有沒開會 有的 我有開會 但是他也承認 就作戰層級 或是戰術層級的部分 他是交給參謀總長 他去做指揮的 而他先前有特別講到 會接到AIT的電話 這麼一件事情 今天也被媒體問到了 他的講法是說 我沒有接到電話啦 但是呢 我只是想說 台美軍事合作 很多只能做不能說 好這樣子的一個定調是什麼 是他認為台美關係 其實越來越緊密了嗎 應該是這樣 因為當拜登在提 所謂出兵護台灣的時候 顧力雄他就很感謝對方 說呢這個叫做 強化自我的防衛能力 也顯示台灣的一個重要性 但是呢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後續的一些報導 因為蘇利文出來講的就是 我們還是重申 一中政策是沒有改變 對岸的講法 就當然是 任何的威脅啊 都動搖不了 就是對岸呢 他要捍衛他們完整的領土啊 這些決心 然後嗆任何威脅都不影響統一 其實呢 在美中之間的軍事較勁 已經不用多說了 因為來看看最近 在東北亞這邊呢 有蠻多的變化 當美國的航母先生 在大陸的門前 也就是在日本這一邊 過一陣子可能還要 所謂的美日韓演習的時候 也看到了 對岸呢出了一個 雙尾些的無人機來反制 後面有兩個尾巴 這個是被日本這邊發現說 他是進到了飛越宮古海峽 進到了西太平洋 然後到達沖繩以南之後再回去 那這一些作為呢 大家開始在講 會不會其實就是 無人機要來偵查美國航母 希望能夠加以反制 說到無人機對岸呢 全世界都知道 他們算是強項了 而也發現說 有一艘航母看起來怪怪的 體積沒那麼大 很可能就是無人機航母 這個呢都是美國衛星下所拍到的 在想上面是不是有什麼樣 新的技術還沒有被更新到 這一些美中之間的 受肌肉軍事效力 其實呢一直以來都在 國際社會在軍事迷當中 廣泛的被討論 但是回過頭請教亮哥 對於台灣來說 應該有自身的一個看法跟利益 現在新的文人部長 國防部長上任 他下令的第一件事情 叫做全軍的主副主官 其實呢留職是恢復常態 沒有關係 可以同時休假或離營 有事再報就好 因為 顧力雄有一些新的指示 是對比邱國正 對 那在這個時候 給人家感覺有放鬆的味道 那事實上坦白說 聯合力建軍演是 那個顧力雄上台之後才發生的 邱國正那個時候 事實上只是 共軍逼近 然後邱國正就說他睡不著覺 你記不記得 那後來邱國正 也在立法院說出了第一集 他認為要有新的定義嘛 那引起很大的爭論嘛 不是嗎 那你會覺得邱國正那個時候 所面對的台海情勢 會比現在更危急嗎 我相信全世界 都認為現在應該更危急 更嚴峻吧 包括董軍講那種話 包括聯合力建軍演2024A 後面可能還有BCD 那結果顧力雄剛上台的 這個連續的指令 給人家感覺都是在放鬆 這個真的有點不可思議 我說實在 所以他即使要讓軍人能夠恢復正常的休假 他也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宣布吧 他這個時候宣布真的很怪 那這樣我們的飛行員是不是也要不要讓他們那麼累啊 我們飛行員一天到晚在警戒升空啊 這個我們張司令最了解 很辛苦的啦 所以今年借退嘛 剛好合約到期 很多人想要轉到 這個航空公司 去當那個機長啊 不是嗎 就這裡面恐怕 我是覺得真的有點怪啦 就自然大家是很好奇說 你面對這個解放軍 可能還會增加升級軍演的態勢啊 比如說我們也看到金門那邊出現了兩艘登陸艇嘛 不是嗎 那我們也跟肩了啊 那聯合力艦A 事實上他的規模 也超過預期嘛 那結果你這個時候好像很輕鬆 而且他講這個話實際上也並不清楚啦 共軍進入十二海裡 領空領海可下令國軍行使自衛權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是指 然後他又說 依比利進行自衛反擊 我跟你講喔 軍隊的SOP不能這樣寫啦 軍隊的SOP我想張家軍比我清楚 都是一動 就是一說就一個動作的 很清楚的 什麼叫做依比利啊 你認為那個 飛行員可以判斷嗎 依比利 怎麼可能呢 一定是什麼事情發生 你就要做什麼動作 一定是這樣吧 那我不知道他如果做第一集 要不要回報長官啊 還是他自己可以決定 因為十二海裡已經非常近了嘛 是 那我覺得顧利雄在這裡並沒有講清楚啊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邱國任才會睡不著覺啊 所以我覺得 這裡凸顯出一種問題啦 就是他對那個 那個軍事的真正的那個現場的實際狀況 他沒有辦法體會啦 這個張家軍當過飛行員啊 我想等一下由他來說明 就是說你不能體會人家在第一現場 必須要做出全變的決策 那你要給人家 你要給人家指示啊 是什麼樣的權他可以做 那可以不受處分 這個很重要啊 所以我是覺得有一些喔 那當然馬文俊問那個也是有意義的啦 就說欸他就交給參謀總長啊 他說有關戰術的執行啊 實際的軍隊的這個怎麼樣去做戰術的推演 由參謀總長去負責 那這個跟你前面講的也有點矛盾啊 那既然參謀總長都比你懂 那請問你7點半你是做了什麼指示啊 你怎麼能夠指示呢 如果你對參謀總長懂得那些所謂的軍事的 戰術的部分 你是如此不熟悉啊 然後你謙虛說我就離開了 那你怎麼能做指示呢 而且他也承認後面開了五六個小時欸 那你如果不熟不是應該坐在那邊聽一下嗎 你怎麼就走了呢 那請問你到底要負責什麼呢 難道你當國防部長 就如我所聽到的 你只是要負責軍購跟建案的管理監督 以及軍中的轉型教育嗎 難道你只負責這兩樣嗎 那有關台海的嚴峻的情勢 我不知道你如何下台指示啊 因為軍購跟建案 還有這個軍中轉型教育這種東西 都不是我們對一個國防部長的期待而已吧 國防部長我們會想說 國家碰到危機啊 你要有指揮的能力啊 且不要說是你自己指揮啦 可是你自己要進入狀況吧 你至少要知道台灣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然後你就戰略面 因為你跟總統跟國安會會比較有接觸嘛 那你總要有一點sense吧 那怎麼在這個時候 就通通都交給參謀總長了呢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怪 就台灣來說啦 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氛圍之下 大家會希望說 即便他可能沒有真正在做這個 所謂的戰術層級啊 或是作戰層級的指示 但是應該要聽得懂或者是應該要看得懂 來請教一下我們的司令 原因是因為在今天的這個問詢當中 詢答當中 他也很明確的講到 進到12海里的領空領海的時候 就可以下令國軍行使自衛權 那大家就想問了 他的一比例 因為你明確的講出來 如果人家真的飛到那裡的話 那你要怎麼做 對這個可以講在12海里 進入12海里就可以行使自衛權 並且按照比例 那這個比例是怎麼樣的比例 百分之百還是百分之十 因為這個要很明確 這不能有任何模糊空間 因為兵凶戰危 這個一定要謹小勝危 非常謹慎 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地帶 這個非常 這個開玩笑 打起來這個不得了 如果說這個授權是由哪裡來授權 空中的領隊就是可以做決定了嗎 還是海上航行中的艦長就可以下令 因為已經到了12海里 他就可以按照這邊 依比例進行自衛反擊 那這樣的話 我認為不要有任何模糊地帶 因為每一個人主觀都會換 今天這個一年之後 這個艦長幹完了 或者這個飛行的領隊幹完了 下個護理艦長上來了 會換人 你這個如果有模糊空間的話 那這樣換了一個人之後又不一樣了 那因為你定義不清楚 每一個人的解讀的狀況 所產出的結果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這個要非常謹慎 那這樣的話 有一點點就是說 這個模糊太模糊了 這個彈性太大了 我認為這個 這方面要非常的嚴謹 非常的謹慎 因為開戰容易 但是要結束戰爭是很困難的 不管是烏克蘭戰爭 或者這一次的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都是一樣 衝突是很容易就發生 但是非常困難去收拾 那像您當飛官的時候 交戰的命令是什麼 您的權限會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 空軍 那時候作戰司令部 後來會變成作戰指揮部 要向他們做請示 他們會下達 不是空中領隊 空中領隊的話 它上面一下達 我們空中領隊就要做了 那有相關的戰備規定 規定得非常清楚 35海里的狀況是怎麼樣 在側面25海里的狀況是怎麼樣 在後面15海里 都規定了飛行艦 不同的位置還講得非常清楚 對 非常的清楚 而且都要考試 飛行員都要考試的 對 什麼叫防空緊急 當雷琴顯示 敵對之空中行為 以正在進行或迫在眉睫 而必須採取之一種 緊急作戰行動 我們都背得非常的清楚 所有飛行員都要牢記 而且還考試還不能錯 錯得不及格停飛 是這個樣子 我們飛行員每一個人 都按照這個規定來走 所以是很嚴謹 因為這個不可而系 因為這是國家大事 不是只是一個分隊 如果我們空中沒有上面指導 我們就直接把它擊落了 那開玩笑 那擊落是很簡單 發射飛彈一按就過去就擊落 但是問題是擊落之後 那不得了的事情就爆發了 會這個狀況 我認為部長他現在 全軍的主官留職恢復常態 我認為這個 要做三件事會比較好 第一件事 軍人的工作壓力大 而且軍人的收入比較低 是不是給軍人加薪加一萬 因為最近我認為 軍人的工作的負荷太重了 而且自我傷害的案例也多 前一陣子這方面都有記錄 我是不是給他們加個薪加個一萬 我們買六千多億 那你加一萬十五萬人才十五億 不多 我認為多照顧軍人 對軍人不要吝嗇 加深的士氣都提振 我認為對軍人的照顧 他都會用在他的工作上面 他會更愛做外 他更容易留在軍中發展 我認為這樣子是很好 第二個我認為 那個有某一個執政黨講的 軍人是米蟲 我認為部長應該出來 這些勞苦功高的將士 絕對不是米蟲 你要出來講 對 因為以前他們講 軍人是米蟲 這個對軍人傷害非常大 有哪個年輕人要過去當米蟲 我認為這個部長出來講 勞苦功高的將士 絕對不是米蟲 為了國家 為了台灣 要這個要來講 所以要這樣來說 那第三個我認為 要完全落實依法行政 因為不能按照個人喜好 而不按照法律來走 我認為要這樣子 以前沒有按照依法行政的 以前的人大家來檢討 現在以後 他上來的時候 完全依法行政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你在依法行政之後 軍隊每一個人 他就跟專專精進行做事 不是這個紅營拍馬 在那邊屈原附事 就不會了 整個戰力就會強起來 所以我認為 先落實這三項 這三項很容易做到 而且國軍戰力馬上就強大 是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大中老師 你怎麼看 對 我覺得顧力兄 有句話我覺得本來就是 就是 台美之間的軍事合作 很多東西只能做不能說 其實本來就是如此 就是要低調 就是要務實 很多東西就是不能敲鑼打鼓 其實我覺得這句話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過去幾年之間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有些時候 我們過度的宣傳一些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關於拜登說 不排除動用武力保護台灣 他在接受 時代雜誌專訪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還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是第五次 我們把它算的是第五次 但前四次是哪時候呢 大概集中在2021到2022年之間 包括CNN CBS ABC的專訪 還有2022年在5月 在公開的這個記者 被問的場合 代表說 看起來2023年 去年包括台灣大選 整個情勢是比較嚴峻的 其實拜登並沒有講話 所以這一次講話 我覺得 當然也是他延伸他的政策 但是我覺得還是跟 也許還是跟美國的國內大選相關 因為當川普講了很 雨不驚人死不休的 要轟炸北京的話的時候 拜登在這邊把他的這個立場 講得更清楚一些些 但我們還是要知道的是 這個美國的政治還是 就所謂的戰略模糊 這並沒有很明顯的改變 那這一次其實拜登在這個 時代雜誌講法 其實也很有趣 他其實說不尋求台灣獨立 但如果北京試圖片面改變現狀 那美國也不會不 用雙重否定 也不會不防衛台灣 那記者就追問 會不會動用武力 不排除動用美軍呢 他才講說 不排除動用美軍 但動用派遣海陸空軍 還是有所差異的 其實這個講法 其實會蠻符合一般的一個認知 但是大的架構 我們必須還是要知道 就是戰略模糊 而且這戰略模糊 是有很長遠的歷史 先不管在1954到19 1978年 當時我們有 我們跟美國還有共同防禦條約 1979年之後 我們有台灣關係法 但台灣關係法 一直到現在就是戰略模糊 因為他的條文裡面講的 就是給予美國的總統 最大的一個行政裁量的空間 跟他決策的餘域 我覺得這一點是 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但是的確拜登在這四次講話裡面 他往清晰的方向移動 他其實大概是要增強美國 對北京的嚇阻實力 不希望北京 在新的局勢之下誤判 或是造成一個 所謂的一個 不該爆發的一個台海的衝突 我覺得這是拜登講話的重點 但是應該還是跟 美國總統大選的氛圍是相關的 應該跟選舉還是有些關係 所以要令人們佔下誤判 會不會是有些關係 是有些關係 那些關係